塞斯心法 塞斯心法裡面講過一句話 光是年齡這個因素 是不會讓我們的細胞衰老的 我知道這一句話 對很多人來講很矛盾 可是我相信 因為細胞本身 人的細胞本身 本來就有 煩惱還同的能力 可是老化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思想 老化的是我們的習性 老化的是我們的觀念 老化的是我們的執著 所以我們真的要幫助大家的 就是找到一個不會老的心靈 因為我剛講過了 肉體本身的耐老的能力是很強的 肉體本身的抗衰老的能力是很強的 以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人的肉體在以前古代的方式 是可以活到一千歲 但是我不是說各位我們可以活到一千歲 因為現代人的生活步調不一樣 主要倒不是飲食方式 也不是以前的水 說多乾淨 吃得多好 沒有 以前的營養也沒有這麼多營養 以前的營養也沒有維他命 沒有啊 以前人的生活 哪有那麼多營養補給品 以前人的生活哪有這麼優越 夏天有冷氣 夏天有燒氣 八樓梯有電梯 怕當地還有差不多坐車 以前的水質 你說多好多好 放流放塞都在家裡有多好 各位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代的人其實在肉體層面 比以前的人養尊儲優多了 現代人在肉體層面 比以前不知道好幾百倍 但是各位重點在於現代的人 腦神經衰弱 你知道意思嗎 現代的人生活繁忙 生活繁忙 我們肉體所得到的照顧 我們肉體所得到的養尊儲優 是比過去的古早人不知道好多多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的居住條件 我們的營養條件 我們的衛生條件 以前人的日子有多好過 不然我把你送到一千年前 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各位在身體的層面 現代的人比過去的人 不知道受到多好的照顧 在身體的層面 像剛才我說的 暖天吹冷氣 冬天吹燒氣 收拾還有廚師機 過去的人在身體的層面 是多麼的勞苦不堪啊 所以為什麼過去 在早些年代 活到五六十歲算高瘦了 甚至以前我們不是講嗎 人生七十古來西 有沒有 以前古早時代 活到七十歲 在古代你們已經算 那種人瑞了 你知道嗎 人生七十古來西 可是現在你七十歲 走出去去爬山 這七十歲而已 你看前前那個八十歲 還在爬 你知道意思嗎 現在隨便八九十歲 在爬山的比比皆是 各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的人在營養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 所受到的照顧 比以前多一百倍一千倍 我們現在所過的日子 我常常講是 人類自做人以來 最幸福 營養最好 我們現在都不是吃不夠 是吃太多 因為大多數都是營養極患 還有那個 湯六杯 高膽固醇 高三酸肝油脂 脂肪肝 你現在所有的人去做健檢 大概這是在座的人 百分之八九十都會驗出來的 以前跟你說油肝 油肝 是不是 對阿 高膽油 脂肪肝 然後GOT GPT GOT可能 四十 GPT可能七十八十 各位 這是脂肪肝的特徵 你的GPT大概是GOT的兩倍 GPT大概七八十 GOT 大概是四五十 三四十 各位 這就是脂肪肝的診斷 高膽不好 高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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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子排泄不好 你懂什麼意思嗎 但是現代人最大的問題是壓力大 壓力大 壓力大 各位 我們的頭腦很複雜 你懂什麼 我們的頭腦在太重 太腮 我們的頭腦煩躁不安 因為我們的口氣 我們的口學進步 這麼多 但是我們的心理沒有進步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人類的心理跟心靈的修行沒有進步 反而在倒退 我們的心理的平靜度 我們的心理的平靜跟平安 正在倒退 古早一個人 換到七八十歲 六七十歲 一世人沒什麼事 好各位 可是相對上如果我們的智慧沒有提升 你的心理沒收 你的整個心就在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人類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展現自己的心靈創造力 就身體層面來講 我們剛講過了各位 人類從來沒有認清楚自己身體的本能 因為我們的信念不夠堅強 我們的信念沒有建立 尤其是人類發展了兩千年 現在賽斯心法才要告訴大家 信念是最重要的 你的思想有堅定嗎 你的心理有堅持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還是你整個頭腦都跟十菜米一樣 你整個頭腦都不清 你整個頭腦很亂 因為你的信念不堅定 偶老的意思就是 你不但你的整個肉體的衰老速度減緩 而且你的身體的退化的速度大幅的減緩 不是你吃什麼聖誕 我這裡沒油要賣給你 我這裡最多賣你找到死 我就是要不斷的給各位做心理建設 我剛講了 不是說給你吃老 說不要老 而是讓你越老越活出你的價值 這才是重點喔 七八十歲有四五十歲的體驗 七八十歲也可以有一二十歲的創造力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七八十歲可以有一二十歲的人的頭腦 有四五十歲的人的體驗 三十四年 七九十五對三十五 Film 四十五二的三十二見 八十五幾 七十五個山